伊朗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美国川普政府5月推出伊朗核协议之后 对伊朗实施了第一轮制裁 第二轮制裁将在11月实施 包括对伊朗石油的制裁 国务卿蓬佩奥说 制裁的目的是让伊朗改变华盛顿眼中的恶意行为 目前美国采取外交和经济手段施压 以切断该政权 勇于充实自己支持死亡和破坏的资金 川普政府认为制裁能够带来一个 优越2015年签署的由奥巴马政府达成的核协议 川普总统在最近密苏里的一次集会上说 他愿意与伊朗进行新的谈判 我们已经准备好达成新的协议 不是前政府达成的那样的协议 那是个灾难 但伊朗总统鲁哈尼在周一的电视讲话中 驳斥了这一提议 一边制裁一边说要谈判 谈判的意何在 这就像是你拿着刀要去刺伤敌人的胳膊 但是同时说我们应该谈判 新的制裁禁止美国与伊朗进行任何有关美元 金子及稀有金属 铝铁制品 商用飞机和煤炭的交易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经济学家 史蒂夫·汉克 对制裁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 制裁会让这个政权继续存在 而且他们会做的另一件事 就是吸引黑手党通过走私来赚大量的钱 欧盟已实施一项措施 禁止欧盟公司遵守美国的制裁措施 并在他们与伊朗开展业务时予以保护 新的措施将于早上6点生效 这些措施将保护欧盟公司 免受美国制裁影响带来的损失 并取消任何外国法庭针对制裁的有罪审判 伊朗多次否认其核项目被用来发展核武器 国际原子能组织说 伊朗并没有违反2015年的协议 该协议使得国际社会能够更好地 核实伊朗的核活动 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 华盛顿采访报道